面对自本月27号起 疫情三级警戒调降为二级的政策 西头森林游乐区也担心会有大批游客涌入 影响防疫工作 所以也做好了妥善入园规划管控人数 每天以3500人为限 若人数超出则以以尽一出方式来做管制 西头自然教育区从明天27号开始就会开源 目前的管控是采取每天3500个人的上限 如果超过上限我们就采一出一进的方式来管制 入园我们要呼吁游客一定要做好戴口罩 勤洗手还有保持安全距离等相关的防疫的规范 西头森林游乐区能够引领疫情警戒降级 来做出落实防疫的规划 先远游号也感谢原防的用心 而虽然警戒有所调降 但能存在着疫情传染风险 所以也请民众还是要配合防疫工作 来保障你我健康安全 那也是鼓励大家 尽可能避免往室内的一个环境走动 要往户外的话 可以选择西头 那西头也解封 那再可以来西头 那同时西头的措施也让大家知道 那也希望大家去户外走走的时候 随时注意健康 那也希望说在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虽然是降级的情况下 但是它并没有解封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因为目前的疫苗 在注射率无法普及 以及全国无法普塞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是有存在许多的黑数跟风险 那大家还是要共同的了解 疫情的危机 那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 才能够确保健康 医长和正风感谢园区的用心 并也提醒民众 虽然疫情警戒调降 但还是要持续地来落实防疫 才能够避免疫情再度升温 早日远离疫情的危害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